季春华 季春华风度翩翩 绝对是个小鲜肉 直到17岁时生了一场大病 一夜之前头发眉毛全部掉光 季春华看上去挺凶的 这也就注定了他的演艺之路 离不开反派的角色 在剧中他大都饰演的是反派 张艺谋导演电影《红高粱里》 饰演《突匪》《突三炮》 《连城角里》《穴道老祖》 《天龙八部》《四八恶人之首》 《段延庆》 这些恶人季春华塑造的都非常成功 让人一看就怕一看就恨 现实生活中的季春华就很善良 同剧组演员都知道他好相处 不得不提的是季春华的老婆 叫刘芳玉 新疆人曾穿演过电视剧《环珠格格》 在剧中他饰演的是丫鬟自家 很漂亮吧 提到季春华的武功 他曾多次跟李廉洁演对手戏 很多人认为季春华的功夫 比李廉洁要干净利落 98年季春华同时获得了 中国武术杰出贡献奖 不过因为长相问题 闯当这么多年一直半字不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